看得到 深情专注 就连千个名也丝毫不马虎 台积店创办人张忠谋 在公园院五十周年这天 重回娘家 晚安 今天星星怎么样 面对媒体喊话 张忠谋一如往常很低调 快步走进会场 丝毫看不出来再过几天 就要迎接九十二岁生日 张忠谋董事长也是第三院的院长 张忠谋从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过奖杯 这一刻十分宝贵 所以如今市值超过十五兆 称霸半导体界的台积电 过去就是从这里发击 1970年 时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玄 花了三年时间成立公园院 1974年在小小一间豆浆店 讨论如何发展半导体 1976年公园院与美国RCA 签订机体电路技术 移转授权合约 1977年台积电示范工厂正式成立 1985年几次婉拒公园院院长一职后 张忠谋终于say yes点头答应 之后又担任公园院 董事长 而这十年间张忠谋最大的成就 就是开创专业晶圆代工模式 带领台湾半导体产业 越上国际舞台 张忠谋昨天也有讲 本来全世界就没有做到 百分之百的全球化 那只是在现在的 这个国际局势下呢 全球化之外 更重视国家的安全 甚至在疫情之后 大家更重视公园院的任性 不过对张忠谋抛出全球化议题 经济部长王美花首度回应 强调我国企业 应该要壮大自己 才能避免争议 张忠谋现胜公园院 五十周年庆 即将迎接生日的他 一举一动持续受到关注 赞讯新闻易力挺刘父子 杨超神徐国亨 台北新竹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